我相信今天在船上的每一位同學 未來你們一定比我們更強壯 對不對 對 最想分享的是哪 郭桑峰 對 有買御守嗎 有買一個平安的御守 這樣分給媽媽 她也把我養這麼大 那我當然是盡我的能力 能夠回饋她 為期五天四夜 又特別施言 殷小慧籌辦的公益活動 百人圓夢之旅 日前正式畫下句點 而在最後一夜西北晚會上 特別規劃了點亮台灣活動 期盼這一群來自台北市中間往航區的同學們 將這一天在海外所見所學 都能夠成為未來守護台灣的養分 也希望同學們未來有能力時 也要懂得回饋社會 謝謝這次學習之旅 回校之後我也會認真學習 以後若也成就 我也會回饋社會 謝謝大家 相信每個人 這本書中的內容都不一樣 希望大家都能Stay Hungry 不是說要一直吃一直吃 而是能在未來保持一個求雞若渴的心態 並且像小微議員一樣 把愛的種子散播下去 不管是一些幕後的團隊 還是一些資金會 還要定義員 就是我們無法得知他們在幕後 到底他們到底做了多少努力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們這樣感謝他們 會不會很高興 就真的非常感謝他們 回顧旅程之初 參與活動的一百位同學 多數人都是因為此次活動 拿到人生的第一本護照 對於可以出國玩 不管是輪船上的美食 娛樂設施 音樂表演活動 都讓他們感到新鮮有趣 而下船後 來到沖繩跟石淵島 更是讓他們大開眼界 第一天晚上的DJ 那個非常的High 然後我也進去 混進去中間 然後跟著前面的姐姐們一起High 還有那個沖繩 一日見雪 午餐去看那個舞蹈 就是因為離得很近 所以特別的驚訝 就是沒有看過這種 比較當地的表演 他們的聲音跟舞蹈很有節奏 就覺得是這個友人 就是你在上面 你可以體驗 譬如說你可以去健身房 然後你可以去看那種 他們的歌劇 類似歌劇 對然後也可以 跟朋友一起去打桌球 或者是玩那種一些設施 然後也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 像是有歐洲人 或是他們叫東南亞人 點餐就是會用英文跟他們去溝通 這可能是我學測前 最後的放鬆 然後我可以到國外 體驗很多不同的事物 然後買很多 對就是亂買很多東西 看到很多 那些歷史人物 那些歷史人物就是 讓我覺得 變遷真的很快 神色吧 後部長東 對 你有買護手嗎 沒有啊 護護手不買了嗎 因為太多人排隊 而且我覺得買那東西沒什麼用 因為我想說有些人 他們如果買了那些 御守的話 那他們 如果那些御守 是真的有用的話 那他們應該要PO出來跟大家講 但他們都沒有講 那個有用 所以我就覺得那個 應該只是買一個安心而已 有一個媽媽分享 對啊 就 最想分享的是哪一個 分享應該是參觀一些那種神社吧 一些古蹟 對 神社不上公 對 有買一個 有買一個平安的御守 送給媽媽也可以 就覺得 他們 他也把我養這麼大 那我當然是盡我的能力 能夠回饋他 不過在這趟旅程中 也發生一段小插曲 由於搭乘郵輪 不管是買東西 還是出入海關 都是以護照銀本 跟房間卡為主 結果一個同學不小心 第二天行程結束後 護照銀本 就在沖繩大街上弄丟了 結果往後幾天的行程 都只能待在郵輪上 對 兒童的 那如果是 你如果自己選 你會選什麼 我像草包 那樣的 斗笠那樣的 那你除了那天 就買一個 鹽兔的照片給媽媽 沒有啊 沒有你就是買那個 對啊 然後護照就去 對啊 沒有那天沒有吃什麼 也沒有喝 有喝東西啊 就是 就是藍色汽水 百人圓夢之旅 在暑假結束了尾聲 讓100位同學首次坐上郵輪 踏上日本國土 而造就這趟旅程的成功 除了同學熱情的參與 背後更是有無數的志工 各校市長 以及北市府的大力協助 最重要的推手 應小微也成為 這群孩子們的榜樣 在點亮台灣的同時 也期盼同學們 將這一份善舉 未來能夠繼續 傳遞下去